我们现在,我们不能回北京,我们有核酸,然后我们不在郑州市,我们是在新密经过,结果里边有信号了,就不让我们进,那我们该去哪儿啊?我们应该跟谁反应? 我是北京的,我是北京这边民警,我们接到的命令是,凡是有中高风险被击轨迹的人都不运行,可是我的新密是出现了,给你们看的是低风险,你们偏偏说它是郑州市,那这怎么行? 我们路过,我们只是路过了,只是高速经过了,但是我们也能进市里头,我们也能提供核酸,核酸也检查了,说检查核酸,四半小时之内才可以上午才出来到,我跟您说了,您可以回家,我跟您说了方法了,在北京有固定住所,让您所属的党支部,带上公章来过来把您接走,让他回去落实四方责任,我们怎么联系党支部,我们一个平民老百姓去哪儿联系去? 居委会,居委会是怎么联系,平民老百姓,你明白了吗?因为这个疫情防护,是咱们共产党领导咱们全中国人民共同抗议,是,我们都很支持,需要每一个人来付出,是的,是的,我们也在付出,您说您说着急说回不了家,那咱那么多医护人员,我觉得应该更合理的,在那边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家,当然我们大家谁不是冒着生命危险的,你们穿上那样,我们都这样,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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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哎,在家休息呢,给叫回来了,加班,我们都好多钱没回家了,今天回家三小时,又给叫回来了,对吧,需要咱们每个人都主席。 我们是昨晚等着核酸出来,今天一大早7点出发,开了7,8个小时到这儿了,结果让进京。 你住了一下,国家当头,咱们每个人都客服客服,好吧,为咱们国家做点听见。 我觉得别讲大道理,是解决要解决问题。 对,我们现在还是去哪去。 说咱北京的固定,固定的居民,说有这个,说对咱们说,说回不了家,说怎么办呀, 让他党支部来把人接走,让他们落实责任,这需要必须的一个无份的交调。 还党支部,我到哪去找党支部呀。